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2号星期日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南方洪水滔天 北京中南海静悄悄 这是一个,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前做过这个新闻 就是关于中国南方水灾 但是现在情况又发展了 我先讲新闻 中国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说 从7月12号16时 鄱阳湖湖口站,水位接近22.5 保证水位 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决定将防汛 三级响应提升至二级 那么 当天鄱阳湖新子水文战 12日 12日凌晨,水位达到22.53 超过1998年 洪水水位22.52 一个是22.53,一个是22.52 那就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 当然是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那么从7月4号以来 那么长江太湖流域出现强降雨 长江中下游洞庭湖 鄱阳湖212条河流发生洪水 其中72条河流 超保 超过保证水位 我等一下解释,超过保证水位是什么意思呢?超过保证水位就是这个河 随时可能被漫滴 随时可能被漫滴 随时可能被漫滴,意思就是 洪水随时会发生,因为它会超过这个 河滴 16条河流超过历史水平 江西湖北四个水文战突破1998年 大洪水的极致,最高水平 那么气象预报,14号到16号,就是明天,明天开始 乌江 三峡区域 洞庭湖水系 汉江中游 长江中下游干流 有大道暴雨,继续在下 长江中下游各个江段 未来几天 相继会出现洪风 相继会出现洪风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 洪水会集中到来 截止11日的17时 7月6号开始的洪涝灾害 已经导致了江西521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43万人 需要紧急生活救助16万7千人 直接经济损失64.9亿人民币 那么情况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今年的美雨,实际上这就是美雨季节 今年的美雨季节非常异常 美雨季节通常是长江中下游 美子成熟的期间出现了一段降雨的 过程 一般是什么时候呢?一般是6月中旬 美雨季节 6月中旬入美 7月初出美,也就现在应该已经出美 出美就是 就已经开始停止了,就是雨季 雨淡应该往北移 一直移到 华北平原大概是8月份 就是一个他们的降雨季节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今年的情况就很特殊,今年的情况就是 5月底 就开始入美 就开始美雨就来了 而且美雨一来了以后,雨一直下 不仅一直下,雨量非常大 从6月2号到7月2号 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中央气象台连续31天 发布暴雨预警 创下了2010年 有预警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就是 30天 就是整个一个月,6月份只有30天 30天连续发布了 31天,从6月2号到7月2号,每天都有暴雨警告 那么按照统计 6月1号到7月7号 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6次 强降雨 长江流域平均降水346毫米 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2位 总体上来已经超过了1998年的 数据 那么 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 雨势仍然凶猛 仍然凶猛 那么在7月7号的降雨当中 湖北黄冈,江西南昌,江西九江,江西上饶 安徽安庆 特大暴雨 特大暴雨是什么概念,就是250毫米 到337毫米 上饶局部地区,江西上饶 上饶大家都知道 局部地区降雨达到450毫米到509毫米 就是特大暴雨 那么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警戒水位,警戒水位就是 如果超过警戒水位 警戒水位就是他的水位在一个超过安全水位之后的一定程度 他叫警戒水位 如果超过警戒水位,江河湖泊就会发生 就可能会发生险情 这是第1个 第2个 超保水位 就是超过保证水位 所有的防洪设施,他对一个保证水位 保证水位就是在这个水位以下 这个大堤是安全的 这个大堤外面全是安全的 超过保证水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这个控制站或者是防洪堤 将 将会出现什么呢 将会出现,已经达到了它的安全上限 随时可能出现慢堤 那么只要一慢堤洪水就会发生,因为堤坝是保护 堤坝后面的 后面的不受洪水的侵害 那么只要达到一个超保,超过保 超保水位的话 那就洪水随时会发生 其实这个时候 就要通知撤离了 这个时候通知撤离 那么截止7月9号14时 今年以来的洪涝灾害 造成安徽,江西,湖北 四川,重庆等27% 今年以来的洪涝灾害造成 安徽,江西,湖北 四川,重庆等27% 7个省 那么有3000万人受灾,我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对的 140人死亡 或者失踪 22000间房屋倒塌,农作物绝收 297 万公顷 297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617亿元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整体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今天的标题是 北京中南海静悄悄,怎么叫静悄悄呢 习近平是6月28号 第1次对殉情做出一个指示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这是第1个 到了7月12号 那么再次对这个 防洪救灾做出 指示 做了两次指示 他指示这么说,近期长江淮河 长江淮河等流域 洞庭河湖、浦阳湖、太湖等湖泊 处于超警戒水位 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 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要求 怎么要求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实责任 勇于担当各级领导 要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 靠前指挥 那么应急处理 各种情况,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习近平 在从 5月底到6月初开始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洪灾 到现在习近平 做出了两次指示 一次是6月28号,一次是7月12号 那么这个李克强 李克强是完美地避过了所有的灾区,你想一下比较难的 全国有32个省 那么他 有 有27个省 发生洪灾 他去了贵州,贵州有洪灾吗?有 发生过泥石流 但是没有洪灾 他完美地避过了,去6月7号 7月6号到7号 他跑到贵州 去考察 他就没有去灾区 中间曾经有人说他去过某个灾区 但是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 然后这是李克强 李克强7月8号 7月6号到7号去贵州 视察,视察完了以后,7月8号 回北京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防汛救灾工作 然后他就这么说,他说 今年以来,全国累积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降雨集中,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然后就指示 指示怎么说呢?就是 南北方已经全面进入主训期,防汛将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期 各地有关部门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坚持生命之上,全力做好,防汛就在工作 就是 这两位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 就是 习近平做了两次指示,然后这个 李克强 就开了一次国常会部署工作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这我等一下分析 然后呢这个水利专家讲 水利专家讲这个 为什么 讲当前这个南方暴雨呈现出来的是 广泛,这个分布非常广泛,然后多点爆发 局部强度非常大的特点 然后呢就是长江流域,下一阶段就会出现全流域性的暴雨 它有可能产生什么呢?产生全流域性的大洪水 这是一个 那么从专家的角度讲 就是 98年洪灾,98年洪灾是我见过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水 那么那次洪水损失惨重 那次我印象中是 全国性的动员 全国性的动员,那是全国性的动员 那么这次呢,情况就很奇怪 很奇怪 那么有些专家就讲,98年洪灾之后呢 政府在大江大河投入很巨资 修这个 修这个大坝 提高防洪标准 然后其实呢现在 现在的说法就是 大城市,他们的防洪标准已经提高了非常的多 所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武汉 武汉的防洪大堤 比98年高两米 高两米,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么但是 现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是中小流域 洪水爆发的非常的厉害 那么这个 对三四线城市影响非常的大 三四线城市 那么两个情况,一个是 洪水发生在乡村容易导致山洪泥石流 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这是第1个,第2个 还有发生在城市周边 容易导致城市内涝 那么这主要发生在三四线城,一二线城市的 这个情况已经好转 这是专家的 表述 那我今天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基本的判断,第1个 我还是这么觉得,为什么?我认为今年中国南方的洪灾 已经大大超过了97年 的大洪水 为什么 三个原因 第1个原因 这个强度大 强度非常的大,你看他们下雨 这一次的这个降雨非常的集中,而且都是大暴雨,特大暴雨 非常的集中,强度很大 这是第1个,第2个 时间很长 就你架不住时间长 时间长就持续的增加 下面的还没流走,上面的雨又来了 所以它产生洪水 这是时间长 第3个 范围太广 这个98年的洪灾主要是集中在南方 集中南方 这次不是,这次从西南开始 从四川,从这个重庆开始 一直往下走 一直下来 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比98年广得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水 到处都是水,就是基本上南方到处都是水 到处都是水 这是第1个 就是 第1个判断是什么 第1个判断就是 这次水灾非常的大 大水 这是个大水 第2个 非常奇怪 我今天做这个题目,我一直非常疑惑 疑惑什么呢 疑惑没有全国动员 你看现在应急响应是从 刚刚,就是到现在为止,才从三级 提升到二级 现在才提升到二级 这雨都下了一个月了 你想一下,我们从6月2号开始讲 就开始 出现警戒 6月2号开始警戒到现在 一个半月下去了 基本上是一个半月,你看5月底开始 到现在一个半月了 6月2号到现在一个月出头了 可是现在才从三级提升到二级 提升到二级 这个响应就非常的 没有 不够 不够全国性动员 这是第1个,当然全国性没有动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标志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跟李克强 都没有去灾区视察 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第1个 没有全国性的动员 那么往年出现这么大级别的灾害,一定会 又是震灾啊,又是解放军啊,你至少 你看媒体上没有,静悄悄的 这个正面宣传,正能量都没有 就比如说负能量,说灾民多苦啊,多惨啊 房子塌了,建了20年,辛辛苦苦20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大概就是这情况 因为水灾和其他的灾害不一样 其他的灾害都是点 你发生爆炸 这个点 发生火灾也是一个点 我们所谓一个点 对于一个大范围来说,那就是一个点 火灾爆炸等等其他的灾害 你都是一个点 水灾不是,水灾上来就是一个灭 什么叫灭,我们在 视频上看有一个茶商 1000多吨茶叶给淹掉,泡掉了,没有办法 你说为什么不抢救,抢救不出来 1000多吨 几千万 就把那个茶商在那镜头面前哭啊 就是这样的,你这工厂就给你泡掉 水一来,所有的机器设备全完蛋 没有用 所以水灾的这个灾害,我们叫静悄悄,这是个静悄悄的灾害 水灾就是静悄悄的灾害 大家别以为洪水一来 就是洪水滔天那么来的,不是的,大部分水灾都静悄悄的 静悄悄的灾害 房子泡上个三四天,甚至泡上个一星期 刚才看得过去还好好的,突然一下就 塌了 就是这样子,所以 让人疑惑的就是,第1个 正能量了没有,别说负能量了 正能量的报道都没有 你看解放军没有解放军 以前一洪灾一来 做个样子吧,解放军 三个基本动作 就是第1个扛沙包 扛沙包,拍镜头拍 然后累坏了,躺到睡着了 第2个镜头 第3个镜头,老百姓 扶老邪又得感谢宋景旗 这3个镜头一定会有的 但是 今年你看,解放军没有,一个解放军都没有 这第1个 第2个 媒体也没有 只是有航拍,哇这个水灾,你看这个 颇阳湖面积变大了 居然会做一些这样的说法 非常奇怪,首先第1个奇怪的是 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不去灾区 只做两次轻描淡写的指示 话说的也不狠 这就很奇怪 然后就是 然后第3个 影响其实是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 你想一下 1月份到3月份,中国是疫情 疫情 疫情3月份,然后3月份开始经济重启 重启不理想 4月份中国经济开始,刚刚进入 轨道,进入正轨,4月份慢慢进入正轨 4月份5月份进入正轨 6月份 5月底 洪水就来了 这不见鬼了吧,你说 这是一件 让人 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别忘了 我们说现在的洪灾的这个区域 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湖北 武汉 武汉刚刚疫情结束,你看 洪水就到家门口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 现在洪水的长江中下游 长江中下游流域 包括 就是 包括浙江江苏 浙江苏马上就到了,你看这个 雨带是这么过来的,从重庆开始一直下来 到什么,到湖北,到江西,现在到了江西,江西过去 江西翻过上饶的玉山,就是浙江 马上就到了,其实浙江跟江苏现在已经有洪水 雨带一过去,马上就是洪水 这基本上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流域 那么 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讲 这场洪水 这场洪水 一定会重创中国经济 因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腹部,就在这个地方 这只是 长江中下游流域 那么这是一条 中国经济这次会受到重创 这是第1条,第2条 物价 6月份,物价 8.5 你信吗 我不相信,为什么 5月底 5月底,已经 开始暴雨成灾了 6月份,水已经上来了,从 长江中下游,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中国的 猪 猪肉生产 中国的大部分的猪肉来自于这些地方 湖北 江西 安徽,这都是中国 猪肉的生产基地,这是第1个 第2个,粮食产地 第3个 食品加工领域 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毫无疑问 6月份 如果物价才2.5的话,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不可想象的 6月份整个的长江领域都是水灾,到处都是水 我就算你生产没受影响,都运不出去 怎么运出去 水,到处都是水,怎么运出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 下一阶段这个形势就有点麻烦大了 水灾持续下去 那这个局面真的是很难 那真的是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今年就是从1月份 到现在 这个流年不利 你看疫情 刚过 过没过还不知道呢 这个 然后水灾就来了,而且这个水灾的面积这么大 27个省 都有水灾,27,中国才32个省 这27个省,只有5个省 这5个省是没有水灾,那可能就是西藏,新疆 这个甘肃 宁夏 内蒙,可能就这几个省没有水灾,其他地方全有水灾 所以水灾这么严重 那么 如果我们 把这个时间视野拉开了看 这个水灾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个水灾对中国经济 真的蛮大的影响 我觉得下半年 这个经济情况就不好说了 比原来预想的情况要恶劣的多,因为别忘了 我们讲两点 这有两个前提 第1个前提 疫情之后 造成 疫情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地方财政 地方财政非常的困难 我都说过,以长江为界 往北看 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现在 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地方政府已经很难维持 很难维持 所以地方政府,特别是长江以北的 地区 地方经济非常依赖政府 地方经济非常依赖政府 如果政府没钱了 地方经济就一坛死水 所以没办法,才会有什么呢 2万亿 2万亿的直达基金 去发给县政府 解决他们的财政困难 但是这些2万亿是什么,这2万亿是救命钱 就是把原来欠的工资啊什么的 把社保搞定,把学校搞定,把医院搞定,其他就保不住了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钱 你想一下,北方地区的经济仍然是非常的差 大家不要说北京 北京啊,这些大城市 就是我想的是 二线以下的城市 经济肯定都是一坛死水 这是第1个情况 第2个情况 南方地区的情况会比北方情况要好一些,原因是什么 地方经济对政府的依赖没那么大 所以南方地区的经济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其实 目前中国经济是靠什么呢,靠南方撑住 北方已经不行,北方已经 塌方了 北方的经济已经塌方了 南方经济是在支撑大局 这场水灾从长江中下游下来 这一下子冲击 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比 不是 不是一个平衡性的影响 是个不均衡的影响 而影响的是它最有活力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的经济形势 会非常的差 会非常的差 好吧,我们今天大体上就把这个情况 我也不多讲了,因为其实这个情况 这个问题很简单很直接 那就是两条 第1条 政府采取一个 非常低调的措施,面对一个这么严重的灾害 这个情况和疫情初期有点像 但是它目的是什么?我不理解,其实我有点不理解,我猜过一下 我有一个猜测是觉得 好像疫情已经给中国一个这么大的打击,然后现在负面的 整个国家处于一个负面情绪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搞一个水灾的报道 那么对整个国家来说影响不好,所以尽量的低调处理 我曾经想过这种可能性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种可能性从中共的思维来说是最有可能是这么想的 但是问题是 你想一下 现在 这个自媒体这么发达 自媒体这么发达 没有东西能够封锁住这个信息的 你看我们在这个微博上也好 在这个推特上也好,在Facebook上面也好 到处都是水呀 到处都是水,拦不住的,这哪拦得住啊 所以你不报道并不意味着,你不处理并不意味着,那件事情不存在,或者全世界都不知道了 不是的 一定会知道的 而且气象 就像气象台每天都在做气象预报 这个气象预报在这里,你看着那个大雨 天天在下暴雨,什么情况 一定会有水灾的 这鬼都知道的 而且你就都在超历史水平 你看这次 湖北就没有超历史水平,到了江西全部都在超历史水平,为什么?水从上面下来 越到下面越是超历史水平 你看江苏跟浙江 后面会是什么情况 包括上海 因为水在往下跑 所以 所以 第一个媒体低调 然后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 不去 国家主席不去 这什么情况?我觉得这个国家好像处于一个 出于一个叫无人驾驶的状态 这还是那句话,无人驾驶 这个非常的 我觉得 这个国家治理已经到了一个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地步了,就说 你说插劲 他 管起老百姓来 抓老百姓这些 什么网格化管理呀,什么人脸识别呀 又是红标,蓝标啊,绿标啊,红标啊,这些 健康码这些 不知道多起劲 在最近又搞个什么 搞个什么小组出来啊,等等 什么政治安全什么小组出来 这些东西真的是起劲得不得了 你看 碰到这个大灾大难,你看就千疮百孔一塌糊涂 共产党真的是没救了 好吧,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我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个洗粉洗得非常的厉害 请大家务必检查,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 另外也请大家 点亮小铃铛,尽量去点亮小铃铛,点亮小铃铛能够增加我们 这个 参加直播的网友的数量,我们还是希望多一点网友参加我们的直播 还有一个就是 请大家尽量多的点赞 因为我们 我们需要大家点赞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不想随大溜 所以大家点赞帮我们转发 是我们继续往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所以请大家点赞 请大家帮忙转发,好吗 OK,我们现在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好吗?谢谢 鸣谢一下 张胡鹏,谢谢 谢谢,熬夜听王老师直播,希望节目越办越好 谢谢,鸡鸡 谢谢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SWA 谢谢,亲自指挥,亲自布局 亲自 部署 亲自指挥 观点 国难一个不见,国庆都出来了 观点 这次全国性的洪灾,为什么这次中共这么低调,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以往碰到灾害,领导出面做秀 在政治上往往可以加分 但这次中共觉得不行 一是因为现在的疫情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老百姓有个朴素的想法 王朝的末年往往有大灾大疫,以及一种异象 中共本身很多人信这个 对当皇帝的那个更是忌讳的话题 所以才会导致 国内官方媒体对这个话题的静默 这个可能性很大 这个说法有道理 然后昨天发生了一个这个 唐山地震 唐山地震是1976年,官方的说法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 然后有人一看,哟,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 那76年一口气死了三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全死了 那这次得死几个,怎么着 他余震的至少死一个吧 大概有人就开始说这个话 不过这个网友的说法,我觉得有道理 观点,一尊是个好大喜功的人 今年太多的内忧外患 估计一尊不想把水灾的影响力扩大 在他任内那么多灾害不是人祸吗 所以不宣传不救灾,自欺欺人,让老百姓作为 巩固 作为代价,巩固他的政权 看来大家都是觉得是这个方向 观点,98年大洪水,香港是捐款捐物的主力军 今年自作孽不可活 看新闻说红十字会只收到1000元捐款 10年前郭美美助攻 开通明智 98年的 水灾,我印象中 那次逛一场演唱会,我印象一场演唱会 就捐了三个多亿 98年 一场演唱会,然后那场演唱会是什么情况 是好像是 好像是谁呀 何博 何博 上来先铺底3000万 是这么说 就是何英杰 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那是我老板,我前老板的爷爷 观点 1976年 陨石雨加地震 中国三巨头亡于同年 今年天象异常,唐山又地震了 他们也害怕 估计找人算过命,北京乃大雄之地 庚子年,润四月,所有坏因素到一起了 都躲出去了 这个非常 这个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都怀疑,我怀疑他们都躲出去了 都不在北京 有可能 我看谁 我只看见了 这个 反正就出境的不多,最近领导人,政治局常委 出境的都不多 情况,目前三峡泄洪流量 三万五千立方米每秒,远远超出 两千立方米每秒的设计上限 泄洪有设计上限吗 泄洪为什么要设计上限 把五个孔全打开,不就使劲往外泄就好了 情况,刚刚实时推送消息,洪峰在两到三天内抵达武汉 也就是7月14号左右 OK 现在 我看网上有一个武汉的官员在那讲,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比98年 这个大跌,这个还高两米 意思就是没问题 我们且看他什么情况 情况,武汉周边一些小镇已经开始转移人口 人为掘开堤坝分流泄洪 城内所有江滩已经封闭 门口用沙袋堵住,官方通知 19日梅雨结束 估计届时宣传剧气又开始歌颂 抗洪胜利,一切都是写好的剧本 抗洪了吗?你都没抗洪,抗什么洪?我没看见有人在抗洪啊 情况,1998年正好在央视工作 当时我的同学被拍到当时的前线拍摄 据说状况很恐怖,但播出时不允许出现决堤的镜头 直到所谓的节流的情况才播出 感觉现在也不会好到哪去 应该是 情况,今年运气不好 一般来说,上海6月份左右入媒 一直到小鼠,算是梅雨季,但是今年小鼠当天 还维持了梅雨 这应了老人的一种说法,倒黄梅 也就是说把之前的梅雨 再过一遍 再过一遍 情况,上海今天天晴 天气很热,这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是大雨 我家附近的小河,黄埔江的水一直在倒灌 前几天朋友去普陀区 麒莲山附近 水到膝盖那么深 那其实下面已经水很深 观点,其实今年降雨在历史上并不算多惊人 问题是中共几十年来的生态破坏 环境问题,水土流失 和湖泊退化 本来这些年 这些湖泊是吸纳水 量的自然调节水库 情况,微信一片岁月静好,发的是 欢欣鼓舞 的水里捉鱼改善生活,这还能改善生活 真的是 观点,今年洪灾的受灾面积和严重程度 超出了政府和国民的想象力 洪灾同时伴着大疫,接着是粮荒,存粮存粮存粮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们懂的 我印象中大米价格在涨 在涨的其中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际粮价 国际市场 大米价格从 四五月份就开始涨起来 那么现在国内的大米价格也在涨,应该是在涨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知道的情况的网友可以发一下,告诉我们一下情况是什么 那么长江中下游的水灾 肯定会影响 粮食生产 你想一下,这肯定就全部 水灾的地方肯定绝收啊 所以 粮荒不荒,我不好说,但是肯定 肯定一点 长江中下游这个产粮区,毫无疑问,特别是水稻,肯定是绝收的了 所以大家 该囤点粮食的就囤点粮食吧 情况,九家湖口 湖口县水利局已经向社会公众 请求捐款编织贷,就像当年武汉的医院 向社会请求 捐款防疫物资一样 湖口还捐什么编织贷 都捐完了吧 还捐什么编织贷 九江湖口还有编织贷的需求吗 观点,人命如草芥的社会,不管死多少人都会隐瞒下去 那些瘟疫还有洪水死去的人们 他们也好好的 他们也想好好的活着,他们也有梦想 观点 朝廷封杀 同管任何形式的民间组织 刻意 打造无性社会 人人自危 互不信任 无限巩固统治力的同时,也切断了民间互助 自救的最后出路 非常正确 这就是一盘散沙的来历 从清政府开始,清政府就在做这件事情 一盘散沙 所以为什么 八国联军一打就打到了北京 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这个军事力量的问题 观点 只要自己不是那5%的受害者 天朝百姓不会有反应 有反应的话,有网警和派出所伺候 朝廷闻得很 观点 不奇怪 民摆着不怕看穿 反正没有任何问责制度 资源与其投入抗灾 不如用来维稳 解决人比解决问题容易太多 观点,病毒影响全世界 所以需要立马一级响应 好甩锅 水灾影响不到全世界,屁民生命并不是什么事 不影响党国的国际面子就行,所以到现在 才二级响应 观点,治理洪水的根本是挖泥船 休了滴没有用 水里带泥沙使得河床越来越高 高河滴的后果是漫滴之后,河里的水退了,被淹的地方水也退不了 只能等自然风干 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为什么 你把河滴修起来 河滴修起来 河床呢 河滴修起来之后,河床如果你不挖 不挖深一点 河床慢慢淤积,慢慢河床上升 河床上升之后,你修高了的 堤坝跟没有修 一样,效果是一样 所以你一慢过去就完蛋 情况,3000吨茶叶泡水的茶厂在安徽社县 身边有当地人,半夜睡前还没水 凌晨4点突然涨水 一小时水位到近两米 上游水库无预警泄洪,就是这么惨 就是 怎么说呢 第一,没有把老百姓当回事 第二 还是那句话 连滚带爬 连滚带爬 就是千疮百孔 观点,酒吧洪水捐款最多的地区,香港第1,台湾第2 今年的灾害肯定没有这些重要的支持 国内没有动员 企业经营困难,国库空虚 西核心知道煤牌可以出 准备躲出去 老百姓只能 只能自己扛过去 悲惨至极 观点,同意王老师的观点,中南海担心老百姓知道这些天灾 因为民间有说法 人祸引发天灾,从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情况 今日份大陆官媒宣传提示 一 各省将陆续发布一季度 民政统计数据 只能简要报道,不评论,不解读,不上头页 二 关于南方防汛的报道 不突出使用局部地区受灾严重的消息 要引导百姓心理预期 对水文预期伤亡数字 要以当地权威信息为主 拿不准的要及时向上级请示 关于世卫组织专家 抵划进行溯源科学 预备性磋商一事 不准援引外媒消息 要讲好我国科学溯源 做贡献的故事 就是讲故事 大概是这样 观点 王老师,我觉得政府冷处理的原因 主要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 缺钱治理也缺钱善后 第二怕被质疑 建立那么多水坝功能是什么 大家的评论非常有价值 情况引用一推文 畅快伶俐 北京号召市民捐款 遭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唾骂 北京民政局发布捐款方法和账号后 两个小时内收到7万多条微博 都是骂娘的 今天已经关闭评论,网上关于北京捐款 热闹非凡,骂声汹涌 一副对联流传甚广 上联 对外帮助减免 借款大笔一挥,十分潇洒 下联 对内逼捐,推卸责任,贪得无严,一等下坚 情况 今天看到分序 分序红区的概念,搜索后发现我家就在分序红区附近 而且上游已经启动泄洪 附近的农民和农田将是第一批受影响的人 和区域 和疫情时期一样,农民又是 是不被看见,但是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这样 就是文业啊,你说的分序红区,分序红区就是拿来装水的 就是拿来装水的,这里面就是很多 其实这个地方仍然生活 生产,很多的农民在这里面的生活生产 所以他们是最惨的 在中国就会有这样的人 就是被拿来做这种事情的人 情况,油管上有很多国内实拍视频 广东的外贸很惨,各种批发市场 服装 童装,家具,装修等等 空空荡荡 国内说岁月静好,静好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情况,纽约时报今天发文 伊朗和中国悄悄起草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安全伙伴关系 伊朗扩大在中国银行 电信港口 铁路和其他数十个 项目中的业务,作为交换 中国将在接下来的25年中得到伊朗的石油定期供应 并深化军事合作 我不明白 如果真的详细实施 那将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创造新的潜在危机 危险爆发点,因为它影响到美国政府,目前对伊朗的制裁政策 中国到底什么意图,请王老师点评一下 这是要打仗啊 为什么 第一 纽约时报,我相信他的报道 纽约时报的 他的信誉是可靠的,所以我相信纽约时报 他这个报道是真实的 这是第1条 第2条 我难以想象中共可以干一件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 的决议,现在还是生效,还是有效的 那么 大家知道为什么 大家知道为什么 就是大家知道 美国制裁这个 华为的 主要的 指控是什么吗 主要的指控就是华为向伊朗出口监控设备 监控系统监控设备 这是 这是美国对华为制裁的主要的依据 那个 华为利用他在香港的一个子公司 做这个交易 后来他跟这个子公司 断了关系 这个任正非的女儿 蒙 原来就是这家子公司的董事 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被 美国要求加拿大把他给抓了的 你想一下,这是一件 华为整个事件 包括中心通讯的事件 都是基于什么 都是基于 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 美国在执行这个制裁,所以美国 对这些行动 他都有非常 非常清晰的理据 非常清晰的理据 那么如果 《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如果是真的 我相信它是真的 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官方 华为也好,中心通讯也好,中国政府可以不认账 就是说这是企业行为,跟政府没关系,所以 美国也没有找中国政府的麻烦 就是找这两家企业的麻烦 但是 如果《纽约时报》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就不是 那就不是 企业行为,是政府行为,那就是中国在违反 联合国的决议 这件事情肯定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核弹 中美关系之间,孟晚舟,孟晚舟就是因为 因为伊朗的这个事情 被抓的 那中美之间肯定是有一个核弹爆炸 当然还有个可能性 就是川普可能不做反应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现在看不到 川普在干什么 情况,王老师,景德镇中国逃都 大水漫灌,今天下午都是靠商户自己找人 找抽水机,自生自灭 交警远远的在路口指挥一下交通而已 没有任何应急运案,没有领导现场指挥 没有街道社区的帮助救助 只靠商户的自生自灭 而且洪水过后全部都是垃圾,臭气熏天 万一有武汉病毒 又是生态灾难 正是应了王老师那句话,做正式千疮百孔 我只能借王老师的平台 呼吁江西的朋友 一定要保重自己 是的 江西的朋友,其他所有水灾的朋友 都要保重自己 情况,现在都在动员本地青年人回乡抗洪 九江江州呼吁青壮年回乡抗洪,报道什么江西阿姨放弃广场舞 上低抗洪洞之类的新闻 地方财政紧张,没那么多上级拨款抗洪了,只能动员青壮 青壮年抗洪了 解放军呢 解放军在哪里呢 这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个时候怎么没有人呢 这不已经从这个 中印边界不是撤退了吗,撤退了应该有部队呀 这么多部队呢 今日13时,长江水温网数据显示,长江武汉段汉口水站 水位已经达到了28.7米 已经达到历史第4,部分路段江水已经高过 城市主干道,那就已经淹掉了 情况,成都已经下发文件 要求退林还耕,每亩补助3000元 退林还耕 退官还林吧,怎么会退林还耕呢 你说错了吧 我没有看过退林还耕的,我只见过退耕还林 中国其实有很多耕地是荒废的 情况,今天香港民主派立法 投票人数已经超过58万 这个是提醒大家,香港人还在抗争 是的,我要讲一下这个事情 民主派进行立法会的初选 这个动作非常的妙 妙在哪里 妙在两件事 第1个 这就是一个抗争 就是跟当局说 我还在抗争 告诉全世界 我还在抗争 这是第1个 第2个 热身 为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做热身,现在是7月中 现在7月中做一个热身,让大家去 登记做选民 让香港人去 开始准备,准备好心情去投票 告诉大家要去投票 投给谁,投给民主派 那么这是第2个 第3个 预演 检阅一下,现在民主派 他的票房号召力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再来部署 后面的这个 选举的部署,选举的安排 所以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棒 这是第1个 就是 民主派做这个选举动策略 非常有创造力 非常有想象力 非常到位 这是第1 第2 香港人真的很厉害 香港人真的很厉害 厉害在哪 一声招呼全来了 你看看现场的秩序井然 排队那个排出个多长去 那真的是香港人真牛 香港人真的牛,令人敬佩 就是说 我们要反抗,我们要去投票,我们要用选票 来告诉全世界 我们还在抗争 你看就58人 58万人去投票 非常好 王杰森是退临还耕,增加耕地面积,让大家种粮食给补贴,为了粮荒做准备 消息准确 那真的情况很严重啊 为什么 其实你要知道,中国有大量的耕地在抛荒 为什么会抛荒 抛荒的原因是因为大量的 农村的青壮年 跑到城里去,跑到城里去打工去了 所以为什么,农村的很多农地是没有人在耕的 中国有大量的土地在抛荒 在抛荒的情况下 你退临还耕 这不make sense嘛,是不是 那说明什么 说明当局对粮食的问题有非常 非常焦虑的原因 那么OK 观点,党为经不出来救灾的重要原因是切断军队 与社会的一切联系 避免社会的各种场景 和矛盾,影响军队的忠诚稳定 因为枪杆子是一尊最后的底牌 但这个底牌只是表面掌握在一尊手里而已,实际上根本不在 一军队没有终成一尊的理由 二是所有的军官只是技术管理者 对下级没有任何授予权利之外的影响 而且 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绝大多数军官都只是 有乃便是娘的墙头草 他们的操守绝对不会高于萨达姆的手下 甚至不需要花钱就能策反 不就在 我就觉得好奇怪,真的很奇怪 你再不怎么样 派解放军来支援一下 解放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个时候肯定要发挥作用的,你不来,大家会有怨气吗 情况,老家在 鄱阳县 昨天整个鄱阳县14个淤堤倒了 其中两个万某淤堤,据说是为了保住县城做出的分红决策 我村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全淹了,人提前转移到地势高的亲戚家 这淤堤是最,我觉得淤堤是最 最不人道的事情 提问王老师 香港9月选举中,中共会不会造假 假造选举结果 一定会 中共在这次选举当中 会把人类社会见到的所有最丑恶的 东西 方法 都拿出来用 一定是这样 如果我觉得西方国家现在还不决定 派观察员、观察组 去香港 监督的话,这件事情会持续的发生 西方国家现在还不停动起来 我就鄙视他们 我就鄙视他们 因为这是一个灰犀牛 完全看得到的事情 完全可以看到的事情 问题和98年组织军队抗洪抢险相比 如今的中共对待疫情,有点认老百姓自身自灭的意思 请问王先生,中共有没有可能做事,甚至借机推动 武汉被江水淹掉,把疫情的伤亡数字掩盖在大水之中,你的想象力也太大了 武汉,你知道有多少人吗?1000多万人口 让长江淹掉,什么情况 你这个 还是我是说的那个上帝视角 那老百姓都变成鱼鳖了吗 怎么可能,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 这种想法 非常的不对 鸣谢,姥姥王,代表老友记Vicky曹,向翻墙的朋友 在地狱 轮陷区打卡的朋友致敬,谢谢 软光能,谢谢 情况,和墙内长辈聊到王先生被限流的事情 他们没有谷歌账号,也不太会操作 但他们致歉,请王老师喝柠檬茶 谢谢,不用致歉 谢谢 提问,记得王老师之前的观点是,中国不会出现粮食危机 最多只是 暂时的哄抢 导致的供应不及时,请问当下的洪水 王老师依然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长江中下有这么大的水 对粮食供应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 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正常 发生这么大的水灾 应该干什么 应该去国际市场采购粮食 对吗 保证粮食供应 国际市场有没有足够多的粮食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国际市场应该有很多的粮食 所以 而且水灾不是一直发生的嘛,水灾会过去的嘛 粮食生产这一季没有了,那可以再做种下一季 会有 会有粮荒 这么大的水灾一定会有粮荒 但是会不会成为一种危机 不好说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 中储粮 中储粮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 我们这两天天天看了几个 一直在说,一直在更新的视频什么,中国的粮库 全都是 水泡粮 水泡粮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吃的 意思就是中国的粮库都是空的 如果中储粮的粮库都是空的话 那粮食一定会有危机 这是第1个,就是中储粮到底没发挥作用 第2个 中国有没有及时的在国际市场 采购粮食 赶紧运回去 这是第2条 第3条 水灾持续多长时间 那么它产生的 产生的损失有多少,我们要统计,然后用数据来算出来 影响是怎么样 然后把这些情况全部拢在一起 我们才能分析到 中国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不能随便讲 这是对国际民生有重大影响 一定要有依据 我之前讲过一个专题,就是专门讲中国目前没有粮食危机 当时是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我现在没有数据支持,我不能下结论 前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订阅